圣经三分钟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又见面了 我不知道你这段时间 是否已经听说到昆明的一个事件 一个非常惨痛的暴力的恐怖事件的发生 那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的立场是坚决反对任何暴力恐怖的行为 对人的生命财产 特别是人的生命造成的这种威胁 我记得在圣经新约 保罗曾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我们是传和平的福音 给你们远处的人 也给那近处的人 所以你看基督教的福音是一个和平的福音 他是反暴力的 他不是仇恨 他是一种平安的信息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登山保训当中 一开始就说到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疗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 那我相信当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 我们内心深深体会到 这个福音的信息是多么的重要 因为这个好消息 他是带给人内心平安喜乐的 他带给人的是一种宁静 他带给人的是一种平安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见面的时候 彼此都用平安来问候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 耶稣也曾经这样教导 他说要爱你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的祷告 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女了 因为他叫日头造好人 也造歹人 降于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我不知道你读了这一节圣经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你是否真的领悟到基督的信息的一个真谛呢 就是为那逼迫你的祷告 爱你的仇敌 在13世纪的时候 基督教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修士 Saint Francis 他曾经写过一篇著名的祷文 后来被改编成为圣诗 叫平安和平之子 那这段的导文是非常非常有力的 表现了基督教信念的核心 那我可以念给你听 他说 主啊 使我做你和平之子 在正恒之处剥下你的爱 在伤恒之处剥下你的宽恕 在怀疑之处剥下信心 使我做你和平之子 在绝望之处剥下你希望 在黑暗之处剥下你光明 在忧伤之处剥下快乐 使我做你和平之子 在宽恕中我们便得赦免 在献出时我们有所得 在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 所以 主啊 使我少为自己求 少求受安慰 但求安慰人 少求被了解 但求了解人 少求爱 但求全心付出爱 这就是基督教 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 这就是基督教为什么 是使人和平的信息 使人和平的福音 它是让人与人之间 多一点的爱 在人与人之间 多一点的爱心的传递 因为我们的神 首先祂是爱的神 所以圣经说 神就是爱 我们也应当成为祂爱的神 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